第1575集 这就是天地大事 通过八字天音凝聚宇宙的力量 化成具体而微的银河状 全力的镇压一个人 个人即便再伟大 怎能与宇宙争锋呢 总是要在他内部化成尘土 不可能超脱出去 天音不绝 星河漫天将夜凡淹没 那八字音化成的轮回之门再现 与星河为风来送他往生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施主请回吧 只要你转身就有一条生路 不然前路是无量节 在夜凡的背后 是一片璀璨星河 通向生机勃勃的地方 而正面则是镇压魔的禁地 砰的一声 回应给苦辞的是一道原神剑波 夜凡眉心绽放神霞 模仿圆黄道剑 让各种功法都有化道的趋势 这是一门强决的攻击 星域都在崩塌 银河都被震散 化为大道尘埃 而且剧烈能量冲击波 直接打进了那道金色的神门内 想要将其瓦解 从根本上击溃老僧 然而 先阵混入天城 这是一片天地大势 不能被全部瓦解 很快又化生 修复好了 波的一声 夜凡眉心闪烁 圆黄道剑又一次化生出 寸许长的金色小剑 在瞬息放大压满了天鱼 横扫整片宇宙 天地崩塌 奈何 这不是完整的庙述 叶凡当年也只是曾与远古一战而已 不可能以斗字秘全部摸刻下来 这一秘术 无疑强决到了极致 不然也不可能被记载于 袁黄终极秘术篇内 可惜 叶凡不能尽掌握 不能这片天雨都将化到 激烈争锋 叶凡一声轻笑他 沉静下心来 体内血脉化星河 金色血气沸腾 而后一双拳头演化 将六道轮回拳 推行到了极致 当然 这不仅是在演化无敌权益 还有他的精气神 更有他与众不同的道 要打破这个世界 将天地大道都踩在脚下 如此来破开这片宇宙大势的禁锢 当年 他逆斩大道 就是要脱离束缚 不受这片天地的压制 凌驾于永恒之上 此刻 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出来 苦辞不同于一般的半生 远超过他同为半生的失职 是叶凡归来后遇到的一个劲敌 也正是因此 让他感受到一种危机 更加明误了自己的道 这天地不能压他 要打僵出去 生在这天地艰难易成仙 因为须遵从乾坤的意志 终究是要化成黄土 唯有超脱出来方可 叶凡心中自语 逆战大道 跳脱出来 挣脱整个世界的束缚 此时 他更加清晰地体悟到 逆行斩道的重要性 要坚决地进行到底 也许 有朝一日 这个世界都可能会毁掉 不复存在 就如那繁星灿烂 就如那银月明亮 如今看来如此美好 但终有陨落的一天 当这个世界都走向毁灭时 遵从这个世界的大道 自然也要成尘埃 叶凡道心越发坚固了 逆行斩道 一切都将依靠自己 将这世界的大道踩于脚下 突破天地禁锢 最终 也许我的正道路无比艰难 会被这个世界天道毁灭 但是 却不能不如此走 若是真有仙玉 有朝一日能够进入 世界都将不同了 那时到底要遵什么 是这个世界的道 还是仙玉的道 是否有冲突 与其如此 从开始就遵己身 凌驾一切上 叶凡的眸光越发璀璨 道心坚固放光 自眉心内射出冲销破咒之忙 几乎击毁了这片星雨 信念坚定 身心合一 他演化六道轮回拳 拳意更加无敌 这从本质上来说 已经超脱了出来 是一种独特的拳念 不是过去的法门了 同一时间 他额骨发光 一个金色的小人 从仙台内一步迈出 立身眉心前 斩动无敌 拳意 同他的身体动作一般无二 超脱六道轮回拳外 这是身心合一 道心绽放无亮光后 自然挥动出的无敌拳意 这是踏出自己路的雏形 与初步 他一拳向前击取 眉心前的金色小人 动作一般无二 也是如此 从肉身到原神 是如此的和谐统一 由外而内 肉身与精神同振出 自己的道 一起和明 哄的一声 这一击银河崩开 金色神门碎掉 苦辞吐血 天地大势瓦解 星域毁灭 叶凡与苦辞同时 回到现实世界 星域消失了 原始宇宙散掉不见 夜凡无恙 气势更胜 明误自己的路与道 而苦辞则躯体颤抖 金刚不坏身呈现出 一道道列文 联想后倒退出去数十步 苦辞祖师乃是金身罗汉 只差半步就成菩萨做古佛了 公认的肉翘不坏 西末难寻匹敌者 居然会败在下风 兰陀寺寺是西末佛门的一处圣地 掌握有两种至高真言 有不坏肢体的苦辞 居然不敌 让众僧震撼 身为人族圣体 真的这么无敌吗 一些人猜出他的身份 全部宁谋观其法身 大师 我也不想与兰陀寺为敌 只想见安妙医 若不能成行 那么也只能死战到底了 老僧不敌 却也不想枉作恶人 不尽情理的不让你们见上一面 只要你能过最后一关 我便开启九层石塔 哪一关 承受人世鼎的喜恋 若是能顶住 便允许你见他 说到这里 苦辞一生清晓 在那天空中 无尽信仰力 顿时化成一口大鼎 炼化从那四面八方飞来的念力 化为纯净的佛光 鼎内 各种精气沸腾 念力如海 垂落而下 压力如山 叶凡什么也没有说 直接向前迈步 大鼎压落 轰的一声将他收了进去 世上有什么让修士非常惧怕 毫无疑问 难以说尽 但夜火肯定是其中的一罪 大圣炼提 准地 正道 都需要他的检验 叶凡无惧 昔日早有过经历 他在人世顶中沉浮 任念力沸腾骨骼琵琶作响 以此断住几身 浑身通透明亮了起来 众僧全都是倒吸冷气 虚空中的顶灾沉浮 有信仰力凝聚成 四面八方飞来的一缕缕的念力 没入顶中 让里面沸腾 人是炼身 红尘炼心 最终却抵不住夜火一烧 可能会就此成结灰 前功尽弃 化为东流水 这是一些强大修士的共识 夜凡的额骨如镜 在反射光辉 体表如神皮 轻轻抖动 吸纳火光 淬炼血肉 他的骨结在移动 脏腑在有规律的名产 千锤百炼 锻造几身 磨砺筋骨 这是一个人世顶 聚集红尘念力 化成无尽夜火 断烧夜凡的躯体与原神 顶与他的肉身都很晶莹璀 炉与顶两字常连在一起 有着特别的意义 天地为铜炉 熔炼众生 任何一人都在这乾坤中 接受熔断 最终成灰 红尘为火 念力筑顶 而今所成的人世顶 也可称之为炉 焚身锻造 自是百倍 万倍于天地铜炉 对修士来说是一场磨难 以天地铜炉炼身 以人世大顶脆道 这是许多强大修士 走到后期后 都必须要经历的 烈火炼真金 留下者 朔朔放光 失败者 成为 劫灰 所以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